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星期二的創富激發點 我是鄭麗儀Kristi 今天請來嘉賓有黃文杰阿Kid 你好 你好 今天港股很反覆 又升又跌 又跌又升 焦點之一就是匯控 今天走勢依然強勁 越升越有 收市升了7毛錢 收報87.5元 其實匯控都不錯 是否有人在炒 還有會不會突破90元 我想短期來說 其實匯控都見到之前那段時間都升得很厲害 亦都帶動了恆子不少貢獻 在近期的升幅度 但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受惠於 其實近期無論是美國或歐洲的金融股份 都升得很不錯 花旗銀行 或者摩根士丹尼 甚至美國銀行 或者高盛 之類都升得很厲害 看到他們那邊的股價 主要原因就是炒他們近期的業績 亦都知道之前摩根士丹尼出來的業績 挺不錯的 由今晚開始 星期二會出花旗銀行 星期四會出美國銀行 星期五會出摩根士丹尼的業績 我想這些種種出來的話 大家都預視一個期望 不過就是暫時小心一點 因為今天的匯控走勢 我都覺得有點怪怪的 明顯看到 今天都升上去88.7的水平 但是問其收市 就收回低成一元樓下 然後見到很明顯 市是開局升得高的 即是升得高的 升得高的 但收就升得低的 明顯看到暫時好像上衝的力量 不是太強勁著 我擔心就是 即是今晚開始公佈金融股業績 美國金融股業績 可能就是市場見光死的效應 因為資料炒了不少 我想短期來說 不是說它會差 但是問題 可能也會有一個整固 當然暫時看也不太差 市場業績我都覺得 普遍來說看得不錯 但暫時要小心點 帶急用飲食 不要追著 即是有些回吐的情況 另一隻就是和王 今天也有些回吐 但近期累積升幅也不錯 因為公司宣布了 計劃分拆和記港口信託 在新加坡上市 所以看前景似乎不錯 但仍然有回吐 會不會小心點 其實我想 主要原因就是 市場獲利回吐機會比較多 因為其實看到和王 近期走勢真的非常強勁 直至這一兩天 才開始明顯慢了現象 我想主要原因就是 是時候要休息一休 亦都佈進了超賣區 我想乘機市場借的消息出來 稍微回吐一下 但純粹這個消息 我個人認為是挺正面的 因為其實它分拆上市 能夠穩定它 用這個企業信託形式 能夠穩定它本身和王集團 自己的現金樓 其實對它來說是好事 甚至目的都已經說過了 其實這個動作 對它未來幾年的綜合債務來說 都是屬於一個挺正面的狀況 當然它暫時未說會有調升評級的現象 但暫時看這個我覺得絕對不是一個負面消息 不過暫時來說 這一刻我覺得只是一個獲利回吐 所以很多投資者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始終近期來說 其實經濟是慢慢的 尤其是美國經濟是很好的 尤其是集裝商的貨運 明顯是不停地改善 我想和王在這方面 有不少的註買 我想暫時看來講 都不會太差 它的營利狀況 會不會帶動場實呢 當然 都會有一定的帶動 另外看看新加坡上市那邊 看看香港的港交所的競爭力 看看今天新交所的宣布 將交易時段 由3月起取消中午休市時段 由早上9點到黃昏5點 長達9個小時 成為亞洲區交易時段最長的地方 看看香港 其實都已經決定了 由3月7日開始 分階段延長的交易時段 多一個小時 其實整體計算是 由4個小時到5個小時 其實都和新加坡有一段距離 沒錯 會不會對港交所 金融市場地位 香港的地位 會有些影響 威脅 影響會有少少的 但你說威脅是不是很大 我覺得就未必 始終香港有一個特質因素 全世界都沒有 就是它有一個中國的概念 始終香港有不少企業 都很有濃厚的中國的味道 大家知道 現在全球市場的投資者 都很關注中國經濟 因為你見到GDP的增長 亦都是全球數一數二 亦都它的經濟體系 都現在全球第二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新加坡 沒有可能會取代到香港這方面地位 始終新加坡 即使你時段再長也好 我買不到中國 就買不到中國東西 加上其實不止股票 越來越多人民幣結界的產品 可預計將來 都會越來越多 在港交所掛牌 這些無論是債券 或者房地產訊落基金 人民幣結界的產品 都越來越多 這些某程度來說 其實都豐富了 港交所的投資渠道 即裏面的產品渠道 其實你老實說 這些東西 就不是加益時段可以代替到的 當然影響是會有的 但未必太大 始終都有一句 現在市場的渴求 都是一些有增長能力的概念 新加坡的選擇 就明顯比香港少很多